剛剛落幕無奈的珠江頻道三十週年慶晚會上 TVB時代郭俊安成章出席 台下觀眾驚呼 咦?阿旺來了 入行初初找不到人設定位 郭俊安在上世紀80年代被音樂人盧國尖體重入行 其實郭俊安比起哥哥少了一些妖艷中性的風情 而安仔接受娛樂沒有圈的專訪 更加說做歌手其實好慘 郭俊安曾經當過歌手 站在台上唱歌其實我壓力沒那麼大 因為始終我是一個藝人 比起歌手,歌手可能要求會高一點 其實郭俊安你更傾強於演戲還是唱歌呢? 我覺得做戲我會有很多選擇 但唱歌我好像沒得嫁 始終我覺得歌手有時都挺孤獨 在台上一個人 因此郭俊安曾經離開過TVB 去過內地和台灣尋求其他發展出路 當時他一直在等待令自己突破的角色 演活精英白癡和奸角 等待多年後,安仔重返TVB 拍阿旺的時候 在這個劇本,我也滿彈梯的心靈 再投入進去這個阿旺的角色 入戲太深,差點離婚 但仍然熱愛表演 如今經以54歲的郭俊安事業有成 但他的家庭就在16年時一度面臨破裂 這一切居然是因為他太投入演藝事業 郭俊安的太太歐善儀在99年跟他一起拍攝 旅遊特輯認識 06年結婚,現在兩人有一兒一女 他們已經攜手走過將近20年的光陰 不過在16年,郭俊安主演TVB電視劇致命復活 為了飾演避均深山十年才復出的男主角韋日昇 他每天沉浸在劇情中沒辦法出氣 就算回到家,亦關門研究角色 子女和老婆亦不敢去劇組打擾他 我太太跟兒子女兒不會叛我伴 我就說你跟我去拍戲吧 然後他到現場去看我演戲 他覺得這個爸爸不像家裡的爸爸 他就覺得工作好奇怪 為什麼我覺得你好像另外一個人 入戲太深的情況,導致安仔患上抑鬱 老婆更加跟他冷戰,幾乎去到離婚的地步 郭俊安才及時調整好自己情緒 把工作和現實分清楚 這個戲拍有三十多集 用半年時間你去 每天你都跟自己說你是這個人物 如果要離開的時候真的很難 他在今年底甚至重拾歌手的身份 還以跨界藝人身份 登上粵語歌曲排行榜攀獎典禮 起獲自尊跨界藝人 以及大灣區結出藝人兩項大獎 他更加跟我們圈兆李約話想做主持人 其實你找我做這個投屏的都可以 主持人這個夠厲害 反而有興趣 你覺得演員也好 做好一個演員最珍貴的一件事是什麼 堅持還是認真還是什麼 你剛才說的都有的 堅持和認真都有的 當然認真先 當你想放棄或者覺得累的時候就要堅持了 說得沒錯了 香港資深藝人活到老演到老的精神很令人佩服 只要對演藝事業持守熱愛 郭俊安54歲再以多妻藝人身份出發 亦都可以迎來全新的開始 2018 簡直是個食瓜大年 娛樂事件層出不窮 這一年的信息量大到令圈圈都有點消化不良 一個不留神就跟不出大家的話題了 又到年尾 讓我們為大家總結一下這一年 你不得不知的幾大娛樂圈流行詞 再不補貨你就 她們會給我機會 每一天都合起來 每一天都是美女 我們兩個去的小女 乖乖乖你都害怕 我們三天都害怕 我們五天都會牽我 我們二天都放小 我們是一天都放假 我又害怕 我害怕 我害怕什麼 別怕 更加MAGIC的是原本第三名的他 因為第一、二名退團直接晉升C位出道 這麼幸運,令到大家目瞪口哀 於是網友紛紛瘋狂病毒式轉發 楊超越會幸運的梗 恭喜上月獲得第三秒 三個月前的我 我覺得我從來沒有想過 會今天站到這樣一樣 這樣高的一個舞台和位置 因為和那些101所有優秀有才能的小姐姐比起來 我在這個台上感覺是有些格格不入的 年僅二十歲他在某個綜藝節目 居然令到樂壇天王李克勤 都做副卡自己做主卡 就問你服不服 人形錦李超越同學一出道 就躺贏好幾個段位 通告接到手都遠 真是心動那些跟他比賽的隊友 簡直是開了掛的人生 大豬提子 除了上面這一款 還有下面這個類型的提子 各位女同胞都要戴眼識別 用心複雜 你知不知心和心之間最近的距離 很遠 是擁抱 為何你當年跟人家表白的時候 說心和心之間最近的距離是擁抱的 因為你是太平公主 當然我們也不是男人都是大豬提子 既然你不是的話 那你就要用實際行動好好的表現 兄弟 觀宣 2018年10月16日 趙麗穎和馮兆豐同時發微博表示 觀宣 配合兩個結婚相同結婚證的相公佈 喜順 最後觀宣這個詞就火熱了起身 我覺得麗穎最大的特點就是 她的那種純真和靈動 這就能夠以 請多多多點 請個角度 請問她 我要拍一下 請問她 請我 請問她 請我 請我 請問這 請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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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學會了沒有呢 想看更多娛樂資訊 數碼關注娛樂沒有圈情報告 全城中目的月月號聲音 已經進入激烈的尾聲了 這期邀請的嘉賓導師 是很久沒見的質疊 重返舞台的距離帶著 智商和物質的歸來 竟然是她標誌性的舞啦 沒有我真敢說三次 受戀愛能似曾可別人 自然 來到我們月號聲音的話 有沒有發覺一些很有才華的選手 每個人都很好 水準很高 是我參與過的粵語歌曲歌唱比賽 水準算最高 正如雷仲德先生 都是因為你的才華發掘了你 他是我的恩師 總之我所有粵語歌曲作曲也好 唱也好 娛樂圈的怎樣運作也好 對人對事 所以是她的嘉賓 2005年 在著名音樂人雷仲德的引戰下 側田的專輯 Justin 大賣 同年底就包覽到全部男歌手新人獎 沒多久就在紅館開演唱會了 她就好像一筆跑出來的黑馬 甚至有人推測她是下一個歌神 下一個樂壇傳奇 就算粉餅 我失憶 都搶頭戲 從頭保護你 頑強你等再過20個十學年 不過到現在為止 她並沒有成為歌神 在娛樂圈戲劇性跌倒起伏的這幾年 她到底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呢 讓月娟帶你走近側田 一起分享她的內心世界 我不想紅 你不想紅 但又紅了 因為我最紅的時候我很不開心 為什麼 躲在家裡我不碰 我經常喝酒又哭 因為一出街就很煩 偷拍照 因為我是喜歡在台上的attention 但在台下我就不喜歡被人煩 那時候是不關的 不過我也十三年前 現在回想起來就覺得挺有趣的 有月娃是性格決定命運 曹革事件令她人氣急的下滑 則前聲運桃源生變 她百口難變 從此陷入低潮 甚至在2011紅過演唱會 灑淚讚別香港 因為是別人給你的 你無法控制的 你想想 沒有人可以說出來 我可以紅 這是別人給你的 你不紅也不是你控制的 是別人 然後要不要在家 我可以紅了 對不對 今天走緊 說不定 莫非會 你不紅! 很難怪 我可以紅了 是 我可以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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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婉玲也得惊喜两相 现场亦当年 我和王丽叶振光一起播新闻 那时候真是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的设备和环境 和现在的变化很大 哇,这么多资深主持人都出来 我们飘圈家族又怎么可以错过这个 和前辈折坐的机会 当然来唱歌再舞 展示给前辈看了 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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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见人便 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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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多点 开心点 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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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看亦有意思 愈有多多动静 看他们这么勉强的步伐 这么生硬的舞蹈 就知道他们有多薄 但是 为什么你若会被摘鱼当炒足 更多精彩 当然继续关注我们珠光频道 新闻十五周年晚会 将为珠光频道 12月16号21点40分爆出 记得关注 拍到已婚男星周一回声 同女助理同饮一杯珍珠南酒 而且珍珠随便掠 HATOO 根据解释 因为拍戏的环境相当艰辛 所以找些东西弄下 喂大佬 拍摄辛苦 是人都知道的 你看这些工作人员 做到死死死 还要看着你们两个人 在这一一一派酒粮 这个粮 还有 如果真是这么艰辛的话 你一杯珍珠奶茶 哪是你的? 你的珍珠掠了在地上? 如果真是这么艰辛 我立刻把它放进口 对吧 所以 这个实质情况 很可能 太多可能 是这个女助理 在这里和周幽维相说 好坏啊 你这么搞 你不怕被人见到吗? 真是害羞啊 怕什么啊? HATOO 你看 人老珠王 啊 哪有力 那么好 肖敬腾老师 某天出席某个活动的时候 就被邓超撞到了 然后上台给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不过保安就认不出邓超 以为是疯狂的粉丝 立即上去阻止 我们可以想像一下三条路 当时的情景是 肖敬腾老师突然被人抱着不知所措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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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哥哥 立即一个马步冲上去 抱着邓超 哇 走啊 但是保安哥哥就越抱越不多 咦? 你还没有邓超 来的? 在这个时候 阿施敬腾还在这里叫救命啊 救命啊 保安哥哥就一个战婆 走到肖敬腾面前 不要叫救命了 你看看是谁来的 救命啊 救命啊 幸好 最后三个人都双赢了 都算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但倘若 如果邓超连财都上不了 那就真是尴尬了 你给我上去吧 我是兀敬腾 是肖敬腾 全世界都知道他是肖敬腾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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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他的朋友 我和他一起玩个跑男的 明白了明白了 海马牌图形商标 等约播出 近日 歌手梁心仪 創作101人气选手赵瑶柯 本土唱跳歌手郑健鵬 正确熱血追梦男團 一同来到某珠寶品牌 追梦之夜商店手法开业现场 創作101的美少女赵瑶柯 她是无特行秀 为品牌撑场 歌手梁心仪 鼓励大家大胆去追梦 我也觉得 能够多鼓励大家一起追梦 一起大胆地去创造 你想要的世界 一种明星 用不同的方式 为品牌新店开业打气 还带来了精彩的表演 群星坐镇追梦之夜 一起为各位追梦人加油打气 为梦想打歌 今年包笑舞台剧《醉女人》系列 成为本土粤粤舞台剧的金漆招牌 长长爆网之余 因为善于跟踪热点製造话题 被广大媒体誉为 粤粤版《开心麻花》 今年《醉女人》再到来集 将会在2018年12月31日 以及2019年1月1日 登陆广州南方剧院 再组本土粤粤舞台神话 身为广州人 我们有责任 向这个餐饮的同行们致敬 这次新的故事 由广东人最熟悉的大排档开始 除了有网红、微商 等当代极具代表性的人物身份 出现在新的故事当中 来饮食界大卡装神 以及广东四大名嘴的林儿 逆章加盟开剧 今次叫深夜大排档 在舞台当中 会否来镇家火真的有东西 甚至观众可以一边看一边吃 一定会有 会有雲吞面、煲仔饭 有得看、有得吃 还有金具 鸡汤和大卡明星 懂得饮懂得吃的你 当然要一起来看 2018最女人之心意的大排档 燒出来跨年 对于来到广州的朋友 除了要看我们的一中两件 看粤劇 可能最打卡 现在就是我们广州最具代表性的酒店 白天鹅宾馆 原来白天鹅宾馆和我们珠江频道同事 今年已卖入35周年了 一个酒店进入35年 肯定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以前白天鹅宾馆就在宾馆内 八角亭举办了他们的新书 一家酒店和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发布会 天亮灯仪式 这本书记录出版天鹅宾馆 从立顶、折计到运营之后的 大大小小精彩的故事 和圈圈一样好奇的一个 见证历史宾馆背后故事的朋友 就一起来买书支持 空气家到 由火辣音乐剧帮你取暖 你以为爆老会最性感音乐剧的 芝加哥首次登陆广州 于12月6号到16号 在广州大剧院连演14场 主唱人员在开演当日 与现身与媒体观众互动 芝加哥是爆老会最著名音乐剧之一 于1975年首次搬上爆老会舞台 至今已有40年的历史 芝加哥改編至上世纪20年代的《真性案件》 说的是两位女舞蹈演员被控谋杀入獄后 在律师的编排下逃脱刑罚 并成为欲中名人 2002年电影版芝加哥上画后 更获得了奥斯卡六项大奖 但音乐剧芝加哥的导演和演员 邀请观众一定要经常感受 Live Show的魅力 我认为这部电影是很完美的 我认为你能赢出一个直播的演员 通过这部舞台剧 展现了他们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 广播人的广播情怀 广复情怀以及心努力情 除了陈迪生、周联文参演之外 这部舞台剧还得邀本地著名DJ 本地红剧的专业演员参演 绝对是广州老中青演艺人的大联欢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面 千梳包寶还会继续陪伴我们 在一起的视频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唱 — 架湧